中央山脈百纳台湾山船之美 过去曾有一说利物锡涛金梦 原来因为许多人听闻 中央山脈地下遍布黄金 资料显示 中央山脈金矿中 以屏風山中央白仰三个金矿 赵有名 其中位在利物锡上游的屏風山 日据时代曾开采过 但另外两处位在玉山国家生态保护区 山高水深难以进入 开采不易 过去有黄金都难开采 更别说如今国六东沿花莲 要经过中央山脈 恐怕难度更是大幅提升 民国八十七年的时候 那个国公局 有委托台大土木 去做一个整体评估 一定有很大的难度 不然的话 在三十年级就已经评估了 为什么都没有做 过去台大曾做过研究 在飙高一千四百公尺的庐山 钻井不到一百公尺 温度就高达四五百度 相较中央山脉 飙高三千五百公尺试算 以地表平均温度二十度 加上中央山脉地温梯度 每一公里上升四十度 等于说中央山脉以下一公里六十度 两公里以下几乎破百 实行程度难上加难 地况中心做前台湾的地热调查 我们知道中央山脉是一个高温的地区 那你穿过沿线都要相当高的高温 那温度到底多少 没有人知道在中央山脉内部里面 当年日据时代 黄金在中央山脉下都没办法开采 加上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 如今想让国六延伸 经中央山脉到花莲 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务 三天新闻张博 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